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暗瘡的自然處理方法 我知道80%的患者都是正值這個青春期 在12至21歲之間 成人都會有青春痘暗瘡這件事 那袁醫生究竟青春痘暗瘡是什麼一回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做暗瘡 剛才Diana也跟大家說過 是一個青春痘暗瘡 很明顯出現的人 大部分都是年紀輕的 介乎12至21歲之間 可以有80% 但其實很多成年人都有 大家知道青春痘是一些 面部的暗瘡是紅紅白白龍頭 那些毛囊失了 接著就受了感染 大家都知道青春痘應該跟荷爾蒙有關 因為青春期的時間 正常的身體會製造一些皮脂 一種油的潤滑物質 這就是皮脂線的排泄出來的 通常這些潤滑物質 作用是保護皮膚 受到大自然的侵襲 令到皮膚保持濕潤 好了 在青春期和其他 當荷爾蒙改變 有時也可能是驚奇的來臨 都有荷爾蒙都會改變 任何荷爾蒙的波動 亦都會改變到這個情況 製造很多條件 令到我們出現暗瘡的條件 好了 但首先 我們知道 皮脂生產的增加 油和油通常會通過我們那些腺體 但因為它增加的量大 令到它不清不清 開始硬化 令到我們腺體的管 腺體的道 腺體的道 堵塞了 結果出現了一些紅腫的 所謂的暗瘡 在皮膚上出現了 但我亦都知道 它們在同時間 我們出現一種叫做 carotene carotene是叫做角蛋白 亦都會增加的 那這種這樣的角蛋白 其實本身 就是一種保護皮膚的蛋白質 那 第三 我們都看到 在我這些荷爾蒙 亦都會增加 皮脂腺的數量 所以 亦都會導致暗瘡 容易出現 所以這些幾種因素 都會導致毛囊 堵塞 然後發炎 增加細菌和毛菌 在皮膚增生的機會 這些微生物的增生 就會導致皮膚發炎 那一般的 表面的發炎 就會導致皮膚 紅 化濃 那 任何的發炎 如果是深化一點的話 皮膚表面向入的深化了 就會導致很多的結塊 還有那些濃 那些囊腫 水腫 我們稱之為Cis 甚至乎出現那些疤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般的暗瘡的人 都有 有時一粒粒很硬的 有些水濃 即是突出 突出 好了 我們一定要留意 這種問題 很多時候 跟食物敏感有關 通常 這個可能會導致 青春痘或暗瘡 也可能會加劇暗瘡 這個問題 那 好了 除了這個 我們都提及 就是那個臉豬菌 真身 亦都是我們 暗瘡底下的原因 那 我們這些 所謂的 滅煉豬菌真身 我和大家 其實都分享過 過去我們的節目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 長期用抗生素 因為抗生素 會將那些 所謂的菌 包括我們的身體 那些好菌裡面 其實都消滅了 那這種 本來的好菌 是保護著 霸著地盤 令到那些 默菌 就是那些 念珠菌 是受控的 但如果我們 將那些好菌 都消滅了 那這些 這樣的念珠菌 就會不受控制地增長 所以 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一般的治療 暗瘡 都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有些醫生 都明白這個問題 這種 抗生素 治療 是長遠而言 可以使用 暗瘡問題 更加深化 更加 變成慢性病 還有 抗生素 會將 消化的 抑菌 都消滅了 導致很多 消化度的問題 很多時候 有些醫生 都明白這個問題 用抗生素 同時 用很多抑生菌 來保護 我們 腸狀 我覺得 我們 處理暗瘡 其實營養的問題 是很重要的 其中一個營養的 一種抗物鹽 例如 包括 鮮 和 很多必須要的 脂肪酸 和很多其他營養素 都可以幫助我們 預防 暗瘡 當然 很多病人 來找我們 暗瘡問題 通常 過去 已經用過很多 流行的 西醫 就是那種醫療方法 用了很多 藥物 或者 一些 局部 Lotion 通常 會令皮膚更加 乾乾 紅 脫皮 甚至乎 對太陽光 變得更加敏感 我也知道 Consensal 會把 抢道的 植物蟲 抑菌蟲 破壞了 導致 我們 吐舌 和 白臉豬菌的感染 好了 我們覺得 處理方面 應該 用一些 天然的方法 包括 改善我們 飲食習慣 排毒 減低壓力 還有 所有 荷爾蒙的 平衡問題 可以用天然的 荷爾蒙去幫忙 平衡 也要了解 有沒有食物敏感 各方面的可能性 袁醫生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暗瘡的成因 是什麼 從昨天所說 很明顯 跟我們荷爾蒙的波動 即是我們的成長期 青春期 或者懷孕的時間 而有時候 是經期的來臨 或者閉經也好 這都是一種 就是那種荷爾蒙的波動 也有很多時候 跟我們情緒的壓力 有一個很重要的荷爾蒙 就是男性 青春期 就是高軟素 Tesosterone 荷爾蒙其實都幾複雜 有一個酵素 我們都叫做 Enzyme 5 Alpha Reductase 在皮膚那裡 我都不免得翻譯 因為這個字都翻譯 都是一個大家可能 都未必認識的字 也有一個荷爾蒙 我們叫做 Dihydrotestosterone 簡單叫做DHT 這個跟我們高軟素有關 這種荷爾蒙 和我們其他的 例如刺激素 或者刃酮素 或者Possessoron 還有很多壓力的荷爾蒙 都可以這樣說 對我們青春期的女性 甚至男性都好 都會大大影響 我們暗瘡這種問題 但當然我們都不可以說 所有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荷爾蒙的失調 或者波動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導致我們那個暗瘡 就是我們那個營養不良 太多的煎炸食物 糖 還有很多精煉食物 會加劇我們皮膚發炎 和暗瘡這個問題 這些精煉食物 很多時候會導致我們便秘 令到我們身體排毒的渠道減弱了 身體就另外找另一個渠道去排毒 用皮膚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發現便秘 是背後一個問題 是 袁醫生 那暗瘡除了生在面部之外 胸背也會有 是啊 這個暗瘡的表症 其實通常都是一點點的紅 腫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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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 這些通常都是在暗瘡的問題裏面 是經常見到的問題 好了 其實暗瘡的根源 和大家都提過的 除了荷爾蒙的不平衡力的波動 情緒壓力 飲食方面那些消化不好 身體太多毒素 導致荷爾蒙的抗生素 令到荷爾蒙的問題 食物敏感 營養不良 還有當然還有一些遺傳的 有時候 如果家人 上一代 或者是兄弟姊妹 爹地媽媽 都會有嚴重的暗瘡問題 那小朋友的暗瘡問題 都會有很大機會出得到的 好了 我們知道 有這樣的成因 通常有什麼方法 去檢查的方法 或者去分析的方法 有時候 當然食物敏感 測試一種方法 也有時候因為血糖的問題 簡單一點 我們可以用這種 看看血糖 有沒有糖尿的傾向 還有食物敏感 這些香港容易做得到的 但也有些人 就會用血的 或者分辨的測試 看看有沒有那些 封肝的真身 封肝的真身 有沒有那些 封肝的真身 有時候用一些口水 看看口水的荷爾蒙 看看那個刺激素 那個人 人酮素 或者高軟素的平衡 其實有很多方法都會去做的 但這個都比較複雜 可以說都是比較昂貴的 香港一般來 都不會 很多醫生會幫你做這些 這麼紙查的檢查方法 一般的醫生通常都是這樣 都是叫你用抗生素 或者塗一些外敷的東西 現在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氯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素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醫生剛才提到 飲食也很重要 那有什麼食物是可以處理暗瘡問題的呢 飲食方法方面 我們建議最重要是一個簡單基本的 不要吃精煉的食物 要盡量備 我們多吃一些比較深綠色 或者橙色的蔬菜 因為這種顏色的蔬菜裡面 有很多胡蘿蔔素 胡蘿蔔素 我知道可以幫助我們 保持和維修皮膚的問題 還有盡量生吃 不要過份煮 可以令到營養和纖維 保持得更加好 還有一個食物大家可以考慮用 就是阿麻子 香港現在很普遍的 用四分之一杯的阿麻子 就可以給我們充足足夠的纖維 幫助我們排泄 還有幫助阿麻子裡面 有很多必需的脂肪酸 喝水多一點 起碼每天喝100盎司乾淨的水 每天都要喝多一點 喝幾杯 百杯 還有果實 還有種子 例如杏仁 胡桃 和南瓜子 這些都是會有很多 對皮膚有幫助的 維他命E 和必需的脂肪酸 蛋白質固然很重要 高質素的蛋白質 包括 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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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 還有新鮮的 凍水魚 沙文魚 馬卡羅 沙甸 魚類 魚油很豐富 阿米加三的脂肪酸很豐富 當然 如果你要吃肉 都要選一些肉類 就不會有這麼多抗生素 但這個都比較困難 所以如果有機會 盡量找一些 用一些 清然治療 還有用一些 所謂有機的農場 那些肉類 這個香港都有的 大家小心找也會有的 平常喝多些 乾淨的水 可以說每兩個小時都要喝一杯 這些水 將身體的毒素排出體外 那 如果你真的要用抗生素 比如說已經用了 不知道 不知不知知知情 之後還用了 其實就是吃一些乳酪 每天都吃一些乳酪 最好吃一些簡單一些 不說有很多糖分 沒有其他乳酪 所以身體就需要很多 這些益菌 幫助我們維持我們的健康 這些就是基本上 我們建議的簡單的食物 那我们有什么食物要避免或者要介口的 首先我们所谓的精炼的食物 还有那些垃圾食物 譬如精炼的菊蕾 可乐和糖果 因为这些食物通常都是很多毒素的来源 糖分当然会增进我们油脂增加 还有就是胃细菌和黏豬菌的食物 所以尽量不要吃一些食物 加糖分的食物 尤其是那些人工人造的代糖 譬如Saccharine, Aspartame 更加不会用了 这类代糖其实是很多很多的问题 当然你要避免一些食物 有机会导致你食物敏感 最容易导致食物敏感的食物 就是包括我们牛乳类的食物 小麦糖 巧克力和粟米 这些比较容易敏感的食物 还有一些食物就是我们很多饱黄的 和那些是轻化过的那些所谓反式脂肪 这些都是比较难消化的 它也会令到我们的含瘡会更加加劫的 所以煎炸食物 例如人造牛油 这些比较硬化的油类 也会尽量去避免 我们都知道我们酸性内部的环境 也会鼓励我们暗瘡的成长 所以我们就要减低这些酒精 糖、巧克力、煎炸食物 所有的梳打、汽水和减低肉类 因为这些全部是一种制造 酸化我们的身体 有很多谷泥 那些情况之下 咖啡和有咖啡因的食物 都会加剧皮肤的毛病 如果你发现有这些问题 当然就不要喝咖啡 可以喝一些草茶、草莓茶 可以代替的 有些人对碳水化合物都很敏感 如果发现它减低碳水化合物的 尽量增加蛋白质 很多时候它自动发现有皮肤改善 为什么碳水化合物会影响这个问题呢 我知道碳水化合物 就会令到我们血糖会增加 令到我们荷尔蒙 和胰岛素的荷尔蒙 会增加之后 就会加强我们皮肤的敏感问题 原医生 除了要改善我们的饮食 去避免某些食物之外 有什么天然的处方可以治疗处理暗瘡呢 在自然医疗的工具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我亦都医了很多暗瘡的病人 我们第一个要想想 有什么可以帮助荷尔蒙的问题呢 有什么天然草药呢 有一种我们叫做 Chaseberry Vitex B-I-T-E-X 英文叫Chaseberry Chaseberry 是一种叫做圣洁 圣洁 梅 Berry 一种梅 Chaseberry 亦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用必需要的脂肪酸 我跟大家提及 就是阿麻子油 和鱼油 现在最近有一种 另一种油 就开始比较流行 多些人用的 就是ham oil 就是ham oil 其实是大麻油 但是一般人说 大麻油 是不是一种医癌症那种 其实很多人弄错了 其实一般人在市面 买得到的ham oil 英文ham oil 其实属于大麻子油 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之前 都跟大家分享过 有些比较上新的资料 其实这个资料不新的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原来说大麻是能医百病 其实大麻能医百病 不是一般市面看到的ham oil 因为那个品种有些不同 ham oil 外面看到的 是一种火麻人 那种大麻油 大麻子油 是一种叫做 cannabis sativa 不是cannabis indicus 不是印度大麻 好了 这个叫做ham oil 其实是一种麻子油 原来 亚米加369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帮助暗瘡 亦都减低皮肤那种发炎 但是记住 服食这些工具 包括我昨天所说的草药 都要一段 起码要六个礼拜 是 就是四个到八个礼拜 就是不要 不要感觉 我吃了一瓶了 那就要立刻要好 那就不会的 通常就是一段长的时间 两个月 六个礼拜 八个礼拜 好了 那种一种就是 那个 就是那个 抗蜜盐 就是升 通常我用50mg 那一天吃两次 就是和饭餐 就是吃饭一起吃的 就不是空肚吃的 那就吃它三个月 OK 那接着呢 就慢慢将那个分量 呢 减到50mg一日 就是一天一粒 那样 那是长期可以这样用的 那如果你能够将 那个身呢 升呢 配合那个酮呢 酮呢 酮需要很少而已 3到5mg的 那一起用呢 那它有大家的 就是有那个相应的 互相帮助的效果 嗯 那好了 那我们的身 那个作用是哪里呢 原来它是减低 我们所谓的DHT Dihydro Testosteron 我们那个荷尔蒙 我告诉你 是 就减低这种荷尔蒙的出现 一种高丸素的出现 那也都会增进我们 我们的皮肤那个 就是那个复合的 那但是记住呢 它都要差不多 起码要成三个月的 就是不要 吃一点点 就说 哎呀 为何还未有效 其实所有这些的工具呢 都要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是 好了 那种一种呢 就是牛榜 那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那很多人呢 香港人都会做牛榜煲汤啊 那样 那但是呢 当然也都在健康店 有时有些人买到呢 就是那些 膠囊庄啦 或者滴剂啦 那就是当然要沖茶都可以的 那记住呢 用这些 也都是呢 起码要用它成八个星期的 那为什么呢 牛榜的作用呢 就是那个清血啦 排毒啦 是不是 那就是 加强我们的排斥功能 那原来呢 牛榜呢 也是有一种 就是平衡我们荷耳蒙的功能的 好了 那 那 还有一个工具呢 就是那个 茶树油啦 是不是 那茶树油呢 我们当然可以 5个% 沟稀一些水啦 可以噴在那个 那个患部啦 那 那个皮肤那里啦 那当然有些人呢 就对那个茶树油 可能都皮肤有点敏感的 那就是要稍为自己先试一试先咯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3个W多 H-E-A-L-T-H-S-H-O-P.com.h-k 回来 完萌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暗疡的自然处理方法 那袁医生我知道呢 很多人都试过呢 用矿身素啦 割小口啦 效果都一样的 那我知道你有些更厉害的工具 可以处理到暗瘦问题 就是用同类疗法 是啦 那我相信大家呢 就是听我昨天所说的东西呢 其实很多人都做过的 可能做过了的了 那也都可能做过妥长的时间的 那但是结果呢 效果都未避如理想 那在我的 我的 就是产所里面呢 我都都经常呢 就是每个星期都有些暗瘦的病人 那它通常呢 都是很严重的 有些其实呢 看来呢 全部是豆皮的 全部都不是普通的了 普通的都很少找到我们的了 那就是有些其实一粒到呢 直接是龙头啊 肿啊 痛啊 背部 胸背都有啊 还有那些好像豆皮那样的 那我就会当然啦 我就会用另外一个 就是工具啦 这个是我的我的专长来的 我自己呢 都有成三十几年的同学疗法的行医的经验啦 那这个呢 我就会用同学疗法处理它的 那同学疗法的疗法相当多的 就是大家都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呢 譬如我们有一次讲那个讲咳的那个问题啦 有成三十几四十个疗势的 那那次呢 我特地就花几集的时间呢 就全面的讲给大家知道 那起码大家了解到呢 其实呢 作为一个同学疗法的制度呢 其实我们考虑的是很多方面 就不是说一般人 就是期望以为有哪一种疗势 就针对哪一种病 那很可惜同学疗法就不是这样的 那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呢 我们都有同学疗法很多疗势的 那通常呢 我们都会用低分能一点啦 比如6X 12X 6C 或者30C 就是这种分能的 如果大家不明白不要紧 那总之就是我们有一种 所谓叫做低分能的中度分能的疗势 那起码用它两个星期 那效果如果是对呢 通常都会看到的啦 那一个疗势呢 譬如有些人呢 是那个暗瘡呢 是那个暗瘡呢 就是生了浓肿的 就是有些cystic 有些浓囊的那些这样的 这些慢性的 那还有呢 那些化农呢 那些农是黄色的农 那我用哪个呢 我就用了一个疗势 叫做Calsium Sulphuricum Calsulf Calsulf Calsulf也是一个纤维盐来的 就是流化 流化钙 或者是流酸钙 Calcaria Sulphuricum 流化钙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疗势 那一个纤维盐里面 通常有6X的 那如果呢 你那个暗瘡呢 就很多浓 还有很痛的 嗨嗨它都会痛的时候呢 那么呢 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那个皮肤呢 拿一些热敷来敷 就觉得舒服一点的 那我就会考虑一个疗势呢 就是HipaSulf HipaSulf 其实是一种 硬黄钙的混合的疗势 那HipaSulf 这个就是我们 经常用得着的 好了 如果你发现呢 我这个暗瘡这个问题呢 是生在鼻子 生在那个面猪灯 还有呢 就不是怨肤舒服 是反而冻肤会舒服的 嗯 那我就会用呢 用那个Lidum Lidum Palastrum 那个 好像叫道香 Lidum 好了 如果那个症状呢 通常是个荷尔蒙的 就是青春期的荷尔蒙 或者跟那个荷尔蒙有关 这种这样的暗瘡呢 我就会用那个Parsatella 普攻鹰 大家的女性常用的 好了 那如果有些慢性的 龙头啊 白龙啊 就是整天呢 就好像爆不出 含在那里 整天爆不出 那人呢 就比较上呢 是消瘦一点 手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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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脚脚比较多 那我就用什么呢 用那个直 Silica 那好了 那如果那个表症呢 是那个 就是 就是又痕啊又痛啊 又红啊 尤其是很红那种 这样的 发炎那种暗瘡呢 那就通常呢 就如果你是洗澡啊 拿水洗面啊 洗澡呢 会令症状更加差呢 我就用哪呢 用那个硫磺了 硫磺的人呢 通常都是怕热啦 不收蝙蝠啦 骚骚骚骚啦 但是呢 就是 有很多皮肤这种的问题的 那硫磺是很多痕的症状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很痕的 很痕的 好了 那通常呢 这些疗剂呢 我就是 也都有其他的 就是我们 其实和疗化的疗剂 都挺多的 那我的处理那个 那个 那个成绩呢 我记忆之中呢 如果那些病人 在肯能够跟进成 起码不要自小一言 是 那我都 没有什么失败的 泥干 就是大部分呢 是加上和疗化处理呢 那当然是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其实大部分呢 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那我甚至乎 有些情况呢 那个 那些 那些 那些病人呢 就直接 直接豆皮的 直接粒的 全面都是粒粒的 那些豆皮的呢 那结果呢 在处理之下呢 直接光滑 和平了 有时候我都 觉得 哇 那麽厉害的 那我记得 那个案例呢 就是用硫黄这个疗剂 那些豆皮的粒位呢 全部都平了 那接着又白了 就是 不是红薄薄的那些 那所以 和疗化处的效果 是很惊人 那在我的工作 我的治疗方面 因为很多其他的工具呢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机会认识过 会用一下的 但是都没得 那怎样呢 那我就会重心 放在烘烘烘化那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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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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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太高份量吃 如果太高份量吃 可能会影响肝 各方面有副作用 但当然 如果我们配合其他 例如Cylenium Cylenium 维他命E Cylenium 我们所需要的维他命E 也不需要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用的时候 是配搭其他方面的 袁医生 刚才你提到 我们饮食方面要注意 也可以用营养素 或者同类疗剂去处理暗瘡 如果草药和香荤油方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暗瘡的 当然 一个这么常见的 这么普遍的问题 其实方法很多 草药方面 我们就会有一种叫做 居中磊 英文叫做Sopamito 拉丁文叫做Serenoa Rappin Sopamito 我们叫做居中磊 这个就会抑制DHT Dihydrotestoteron 这种新陳代謝物的分泌 就会导致男女也有帮助 Sopamito 通常很多人就用来 处理前列腺的问题 但是在这方面 其实男女也都可以用得着 很多抽取物 Sopamito 这个居中磊 还有就是肝 就是处理肝草药 譬如Dandelion 大家知道Dandelion 是一个最基本的护肝 蒲公英 这个就会辅助我们的肝 令到我们肝的毒素 就是减低我们肝的毒素 也都蒲公英 这个草茶 亦都是一种轻微的 的泄药 轻泄作用 当然会帮助我们的排泄 就是污蔚物的排酒 当然 这个亦都可以有些是软状 也有些是Tanger 有些可能是葱茶巴也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Milk Fizzle Milk Fizzle 是什么? Sillimanum 亦都是一种 帮排干毒的一种 很出名的草药 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都听过Passiflora Passiflora 即是西番莲 西番莲 Passiflora 还有Hops 这些 这些通常我用在对付压力 如果你发现我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压力 导致有关 那便喝点所谓减压的茶 亦都是这方面 好了 维他命E E杂 加上Cicillinian 还有维他命A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都经常都强调 其实有一两种很简单的工具 是一种矿物盐 是帮助我们预防 颜症的 我最近也听过有一位科学家 他说其实是 瓶流感 如果在我们的种 就是那个 炙氧的瓶流感 那里 加多这种 微元素的 矿物盐 Selenium 其实瓶流感就不会出现了 那我们知道Selenium是帮助我们预防 有很多癌症 维他命D3 和Selenium 这两样东西 如果大家长期用 其实可以大大减低癌症的风险 所以西是一种微元素 减低我们的暗瘡那种炎症 通常我们都是吃多些 多种维他命里面 最好就加上Selenium Selenium的份量大概是200mcg 可以用的 好了 还有这些什么 就是Cromium 我知道Lock是处理我们的血糖 因为血糖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 和毛菌的成长 Cromium 通常用的份量是200-400mcg 一天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维他命B6 通常我们尽量在B宅里面 就加上维他命B6 好了 香薰油里面 有一个叫Oreganol 牛脂油 是吧 Oreganol 一种香薰油 原来Oreganol 这种油 可以帮我们消灭 那些黏珠菌真身 这类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天然的Progesteron Progesteron 是人激素 现在很流行 不是用口服的了 是用一种高的 一种植物里面提炼出来的 帮助那些金钱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那个筋炎期 筋炎期 都要有人在筋炎期 就出现这个暗瘡 那我就用这些这样的Cream 来到去塗 那这个重心呢 就不是说 塗在那个暗瘡 那么简单的 塗在我们身体的内质 腿部内质 颈 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吸收 好了 那如果发炎都很厉害了 那有些什么抗 抗菌的工具呢 那大家都听过呢 就是那个胶性银 那胶性银可以噴在皮肤那里 那可以减低他的发炎 那还有一个抗炎的功能呢 就是Chamomile Chamomile 是什么呢 羊甘菊 对了 羊甘菊 那羊甘菊呢 很多时候呢 就可以输减我们 那个神经系统的那些压力 是一种舒缓的作用的 那还可以吃多些绿色的食物 那个Corella Sperolina 就是很多叶绿素的那些工具 全部都是帮助我们 来处理这个排毒的方面 现在休息一会儿 转头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暗瘡的自然处理方法 那袁医生 刚才提到有这么多工具 那么这么多工具里面 针灸又行不行呢 其实中国的针灸 可以这么说 是非常全面的 但是针灸有个问题 其实是挺复杂的 你做得好是不容易的 而且你要懂 当然你可以找一些针灸师 帮你做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这些治疗就不是说 两三下 一两个疗程十次 其实是一个妥长的 而且很多人都怕针刺 是的 所以变成了 虽然这些工具 大家都认识 佳脂航文 但是用的时候 都有它的难度 在我们的 我们过去都跟大家讲解过 一个关于眼问题 又是时髦膜的问题 好像眼疾的问题 还有黄斑病变 这些是导致很多人眼盲 所以不是可以轻视的问题 那我们有一个工具 就是用针灸 但是幸好我用了一种 叫微电流的针灸 这个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一个外国 美国有医生 是发明了 用微电流可以医 那么微电流加上针灸 那我们在这方面 可以用得很好 所以在我们健康店 我们有这个 这样的仪器 但好像三千多元而已 就是一个 用微电流做针灸 是 那它的好处 它有些 有些 我们叫做 feedback 有些 指示 是知道你的腰位 对不对 也有些简单的 小刷子 不同的病 可以用不同的腰位 那这个微电流 大家知道 微电流 是一种很低的电流 是你是不感觉到的 当然了 你可以用在眼部 不是眼球 是眼周围 那你会感觉 有一些少少 轻微的刺 有一种 白光的那种 那种感觉 但基本上 是很安全 一些都不会痛的方法 所以很多我们的病人 遇到这些眼疾 因为这些是要做两三次的 要来我们的诊所 是不太实际的 所以我通常 就建议他们自己 买这个仪器 那这个仪器 其实应用很多的 不单止在眼的问题 其实任何问题 都可以用得着的 所以针灸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如果用微电流针灸 是更加非常之好的 当然有很多人 就用其他 例如Rifaxology 那些条件反食 这些方面 那还有一个工具 其实我都 大家应该真正正正 了解 就是一种叫做 体质水疗 我英文叫做 Constitution Hydro Therapy 那体质水疗 可以改善你的消化 和排毒 那体质水疗 其实我们有 可以这样说 是美国的自然疗化医生 第一代的 Dr. O.G. Carroll 他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 将全世界所有的 那些水疗的技术 那些技术 那些技巧 就将它综合在 一个叫做体质水疗 那他通时 他用呢 就用那些 冻液毛巾 是 敷胸部和背部 交替来 来敷这个部位 那么这个目的是 将它推动 血液循环 令到血液 是经过我们的五臟六虎 因为胸背 就是我们的五臟六虎 的地方 那就将血液循环 加强它 就令它可以淨化血液 那你知道了 身体里面 血是养我们的身体的细胞 如果你能够改善血的质素 其实你的身体整体会改善的 那所以呢 这个叫做体质水疗 那在我们的诊所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就是有三部曲 第一就是用这个 冻液毛巾的推动 第二 跟着呢 就用一种光疗肌 那这个是一个 德国的一种 一个仪器来的 现在已经买不回了 这是一个 很久 就是已经 很多年前 我在德国购买回来的 一种能量的医疗 就是以前 我用了病人的尿液 那尿液里面 其实身体每个部分 都有一种能量的 我叫 如果大家有研究 Aura 都明白这个概念 那我就用这个的 这个的仪器 光疗用病人的尿液 就将他的身体的能量 是清一清洗的 那最后呢 这个体质水疗 就用那个苏联的科技 太空科技 太空小灵精 其实是 是条理治療神经系统的 明白 那我们也有讲过几集 是关于治療神经系统的 那我们 有本 就是 治療神经系统 其实可以这么说 是条理所有身体的 那 所以体质水疗 其实就是做了这些事情 剩下血液 将那个 能量的 细胞能量的清洗 和治療神经系统的 调节 是 那所以这个也都一个 就是我们 我们 病人里面都经常都要求给他 叫他们建议他用 那 那由于小孩 小孩 小孩看质差了 我经常都用的 好了 那大家都可能听过 香薰 那大家香薰疗法的 最常用的哪种 香薰油 嗯 分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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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衣草可以这么说 就是 如果你香薰油 你什么都没有呢 其实你最重要就是拿着分衣草 分衣草 分衣草 就是有舒缓的情绪 亦都可以杀菌 所有的香薰油都可以的 那通常呢 我就可以用在面敷 拿热水 拿些分衣草 加热水那里 用毛巾 就敷在面部 或者是洗澡都可以的 嗯 那除了这个呢 我就会有另外一个油 叫做Germanium Germanium 这个也是分衣草来的 那Germanium的好处呢 它就可以 就是调理我们的油的增进 那Germanium 我们有一种叫做 蛇 Germanium 是一种香薰油的其中一种 那 还有一个就是佛手 那个佛手树 是Bergamot Bergamot Bergamot 是一种修炼作用 就是 和 Extranger 修炼 Extranger 可以抗抑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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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 金棧花是可以对所有的伤口都很有用的 我们试过用金棧花治疗的伤口令到连疙瘩都不见 当然还有些工具就是减压 整天都说压力压力 压力一高身体很多的生理系统功能都会受了影响 所以任何方法可以帮助压力 譬如正常规律性的运动、冥想、看书 总之任何方法可以减压都会帮助得到 另一件事就是太阳 我知道太阳是杀菌的 每一天在太阳之下起码曬15分钟 当然不要晒到晒霜 所以太阳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还有一个工具 其实香港很多地方都可以做的 就是用雷射治疗 很多美容院都会用这个方法 雷射本身是一种高能量的光疗方法 也有些人用来减低暗瘡 还有减低暗瘡流下来的垫 我们公司在中环的店铺也开始有这个服务 上次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有位同事是美国回来的 他也是美国有类社的执照治疗师的 这方面的工具大家都可以用得着的 可以这么说 智營医劳是对付暗瘡的方法 其实很多很多的 有些人用得好就可以预防 大部分其实都可以减低后患 但是当然有时候有些人是有些先天性的 你都要处理它 大家希望如果听到这个节目了解之后 遇到这些暗瘡就不用太苦恼 千万不要经常用抗生素的方法 还有有些人用RetinA那些 其实是很相干的 我发现很多病人出现很多慢性毛病 包括情绪的问题 竟然是很多都是过去 因为用这些很重的药 医那些暗瘡 用抗生素 搞到最后就很多其他的问题 包括情绪的问题都出现了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会诊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bio.com 谢谢袁医生的分享 好 拜拜 拜拜